经商、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并报国务院批准 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在我国沿海省份全面实施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入境免监政策 自近日起乘坐邮轮来华并经由境内旅行社组织接待的外国旅游团 可从我国沿海所有邮轮口岸免办签证入境停留15天 旅游团需随同一邮轮前往下一岗直至本次邮轮出境 活动范围为沿海省区市和北京市 免签入境口岸包括 国家设于天津、辽宁大连、上海、江苏连云港、浙江、温州和舟山、福建、厦门、山东、青岛、广东、广州和深圳、广西、北海、海南、海口和三岛 和三岸等地的13个邮轮口岸 为支持邮轮旅游发展 同步将大连、连云港、温州、舟山、广州、深圳、北海等地的7个邮轮口岸 新增为54国人员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口岸 方便外籍旅客乘坐游轮从上述口岸中转离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